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 但是我现在 搞恨你 好了 怡堂 如果你心里难过 我可以安慰你 甚至你皆私底里 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再用这种态度 安妮 你虚不虚伪啊 你有必要跟我打官枪吗 我是不是今天说什么 都会嫌我 还真被你猜对了 还是你了解我呀 那我爱他 你也很了解了 我只是单纯地 想找一个在我这个年龄 还能够爱上的人 安稳下来 幸福地过一辈子 他不知道 真的 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 这样早断早了 不然他也会牵累到你 我就知道 你就是这样 打着为我好的旗号 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掩盖 对我的伤害 你知道我为这段感情 付出了多少吗 我知道 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我有多爱他 我憧憬跟他结婚 我幻想着跟他 迈入婚姻的殿堂 我甚至想过 为了他去当一个全职太太 我幻想过一万种 幸福的可能 但没有一种是 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你安妮 作为我的闺蜜 穷追不舍地盯着慧拳 不对 确切地说 应该是 你冲着赵继凯 毫不顾忌地 把他拉下马 亲手戳破我的幻想 张婉如是你师姐 也是我师姐 但你跟她的感情 能跟咱俩相比吗 我可是你口口声声 对外宣称的闺蜜啊 其实我理解你 我知道你这么做 也许能获得 比十佳更好的称号 什么闺不闺蜜啊 闺蜜的幸福啊 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 李玉堂 你现在说这种话 就像刀子一样 在划我的心 你这么戳我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就想知道 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 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 以他这样的情况 你能为他办理取报吗 我们会给予公众的处理 我就知道 不愧是你 我李玉堂 在你安妮的工作 和你信仰的法律面前 一文不值 你有没有意思啊 我有意思啊 我怎么没意思啊 就像咱们俩会一条道走到黑一样 就像咱们俩永远只做一个选项一样 你永远选真心话 而我永远选大冒险 说还特别巧啊 好像一切早就有预兆一样 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幻想过 如果有一天 咱们在法庭上 真刀真枪地来一场 到底谁会赢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赵继凯的辩护 我接了 咱们俩的闺蜜 也可以不做了 安妮 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你 但是我现在 搞恨你